预付送餐活动Belanja Eat上周停止市营计划并准备同另一个组织合作 参与的小贩不受影响 继续在这期间提供免费食物照顾有需要的人 记者蔡可汉报道 组断期间获得不少小贩摊主响应的预付送餐活动Belanja Eat 四个月来吸引了184个摊位参与送出7000份餐食 主办者表示由于会员需兼顾各自的工作 团队从上周起停止在网页更新小贩名单 团队计划和另一个组织合作让更多摊主加入 在马西岭向熟食中心参与送餐活动的其中两个摊主 这期间继续提供免费餐食 热心捐赠的时刻也不间断 我觉得还我们还很热情啊 就是很多人走过来就说我想要帮忙 我想今天可能十包五包两包给那些所需要的人 他们要吃他们就会来啦 每天晚上都会来啦 那些比较过不去啦 比较穷一点哦 看他们要一摊还是要什么就煮给他们了 其他的我们可以自己贴一点不用紧啦 循环路的这家鱼园面店 上个月则自行推出名为爱心欲吃的餐券 顾客亲手将购买的餐券贴在店门前 有需要的人将能领餐 业者指出过去一个月已送出400份鱼园面 刚开始的时候就就是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我们就故意把它放在我们店的门口嘛 那他经过一定会去看一下 所以他们就会想哎 这个是什么来的 所以他们就开始就慢慢会买一张两张这样子 业者表示送餐活动采取信任制 有需要的人可以使用餐券领餐 他们不会过问领餐人的背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